9日,来的白白Wendy在COEX购物中心举办的首尔爱乐乐坛 圣诞音乐节上合作演出 演唱了Have Yourself A Married Little Christmas My Grown Up Christmas List 以及她的首张个人专辑 Wendy's Rain Stars中的一首歌曲 舞台上的Wendy展现了她名副其实的CD嗓音 其视觉效果也被网友热议 由于Wendy看起来与平时不同 引发了整容猜测 网友表示到 她的脸变了很多 有点像美颜 自从ChillQ之后 Wendy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此,粉丝解释说 由于2019年SBS排练的时候发生的意外事故 Wendy从2.5米高的平台上摔下来 当时由于脸颊骨折 面不疤痕 骨盆骨折和手腕受伤 Wendy不得不接受手术 她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痊愈并回到来的伯伯 所以,Wendy是为了修复脸才做了调整 不要再造谣整容的谣言了 爱的韩语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